我因为小的时候 因为我要选择我的梦想 在我小学毕业以后 我觉得因为我的朋友 都是坏学生 他们愿意跟我玩 每天我都在外面 所以我认识没有好学生 我那个时候的梦想 并不是上一个高中 好的高中或好的初中 我的梦想是要跟我的 这些坏朋友在一起 他们上的这些学校 都是认为当时不好的学校 我们在当时称作为公读学校 但就是因为这样 我要上这个学校 所以我的父母一直认为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我在国内待下去的话 我有可能为了坐牢 我的人生就只能够说流落街头 甚至以后可能会有这种 在法治基因时看到我 所以我的父母为我做出了 一个毅然决然的这个决定 特别是我妈 他为了我放弃了很多的东西 然后选择把我接到新加坡 然后用他所有的这个能力 和当时挣取的这个钱 而且我母亲是当时 来打工啊 各方面就非常非常辛苦 然后把我接到了新加坡 因为当时我还小 所以没法做任何的这个决定 我当时就觉得出国很牛 值得炫耀 所以我就去了 但是我到了新加坡以后 发现那个国家 并不像我想的那样 而且他们是那种 很傻的那种学习 就每一天上厕所需要举手 然后每一天 他也不鼓励你个人的那种 英雄主义和你的口才 就上课你不要说话 你听我怎么讲就行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 不适合我 但是我毅然决然的 压抑自己的这种性格 长达多久呢 长达大概八到九年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 我突然之间有一天晚上 莫名其妙的 当时具体什么原因 我不记得了 我决定我不上学了 为什么 因为当时北京有一个老师 在这个领域 非常非常有名 他在那个时候收徒弟 我很崇拜他 我想要放弃我的学业 放弃我的所有的一切 回北京 拜他为师 然后去学风水 那当时只要是一个正经人家 你别说正经人家 你放在三百年前 五百年前 当有一个家里面说 我千辛万苦 供你读了大学 或者怎么样 然后你跟我说 你要去学风水 然后你要退学 然后你要离开新加坡 然后你要放弃新加坡公民 你要放弃新加坡护照 你要放弃这些所有的东西 一切的这些东西 父母不可能理解你 所以第二天早上七点钟 我应该上学的情况下 我跟我妈说 我说你坐在那不要紧张 然后我把我的想法 跟我妈说了 我妈当时没有紧张 就晕到了 然后默默的等他起来 因为我妈有心脏病 醒来以后 我妈就是泪流满面的 然后跟我在那聊 然后聊了几个小时以后 我妈实在没办法了 就是他说 那你跟你爸说吧 我管不了你 你怎么样 你如果决定了 你开心就行 但是我不会给你一分钱 就那意思 我不会资助 你自己去看 然后当时我就不管怎么样 我就决定说 那我要回国 我回国以后 然后我父亲 因为这个东西 他也不理解 他说那你就别回家 然后我只能住在我姥姥家 然后在一个三平米大小 可能都不到的一个小屋 之前直播也有给大家播过 然后我就在那里 毅然决然的选择 跟我老师学艺 但是我母亲 给了我最大的一个帮助是什么 每个月当时我学艺 是要交学费的 几千块钱 在当年来说 我认为那个已经很多了 几千块钱 然后我付了几千块钱 每个月 在我老师那拜师学艺 因为种种的原因 最后一开始没有学到什么 或者什么 但最后我终于学出来了 学完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到哪去挣钱 或者学完这个专业 怎么把它变成现金 我不知道 然后终于到有一天 我的老师就是 我学的东西 可能有点太多了 他不能把绝活交给我 因为他怕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所以他开始不教我 不带我出去了 经常带我的师弟 或师姐 或者其他的师兄弟出去 我觉得学不到东西了 于是我做了人生中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我跟我老师说 那我就不学了 我决定说自己去闯一闯 但当时不知道怎么闯 这时候有一个机会 就是说因为我没有大学的毕业证 有一个当时付钱就能读的私立大学 这个学校的校长和这个学校的主任 都是我朋友的家人 等于是一个就属于野鸡大学 然后当时我又跟我妈要了一笔钱 然后我就在这个野鸡大学 说我去考一个大学毕业证 我妈还觉得 你终于干点正事了 结果我在里面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然后到夏天的时候 我又退学了 为什么当时有一个第二个我崇拜的人 也就是我人生中最最重要的导师 他姓王 但他不是王林 好吧 他也没有坐牢 他是学金融的 那是管理学的一个天才 理论学的一个天才 当时他办了一个 在宁波办了一个机构 叫中国经济管理研究院 他当时也认识我 然后对我学的这个专业也比较感兴趣 他说如果这个孩子很聪明 他愿意学的话 我愿意帮助他一把 让他过来跟我学习 每个月我会给他开2600块钱 我记得好像23000块钱的 薪水 于是我又退了学 我父母都懵逼了 就是你怎么想起一出事一出 你是太太那什么 我没有从事风水这个专业 我跟大家说 然后我去了宁波 人生地不熟 然后跟我的老师开始学艺 这个过程中非常的精彩 我就变成说我老师有多么传奇了 在学艺一段时间以后 我老师因为他商业上发展的原因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需要去深圳去做一个新的项目 当时我面临着一个选择 就是你要么跟他去深圳 要么我老师跟我说 让我选择一个行业 任何的行业 他亲自帮我选择一种 同这个行业内比较顶级的企业 他负责我进去 底薪保我5000块钱 其他的未来他就不管了 他说了中国所有行业你随便挑 我保证给你安排一个这样的 月薪5000块钱的工作 当时我拒绝了 那我老师说 那你就必须回北京 我答应你的父母 要把你安全的带出来 那我就要把你安全的送回去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比较个性 我觉得我没有脸回去见我的父母 所以那个时候 我做了一个人生中非常大胆的选择 我那个时候 我的前妻也是我们在网上聊QQ认识的 我的一个网恋 我决定去南京闯一闯 但我没有去过南京 于是我拿着我老师 最后给我的几项块钱 我去了南京 然后我就开始了一段 混吃等死的日子 什么叫混吃等死 因为他的家庭条件还可以 家里是做房地产的 然后在南京有几套房 所以我每一天就做一样的事情 就是我们睡醒了 下午的时候 我下去租一些碟片 那时候还没有碟片 是碟片 盗版碟片 然后回家以后看碟片 看到天亮 然后晚上点个麦当劳 吃完以后 然后睡觉 所以那个时候 我的作息就是年轻人的作息 或者玩玩游戏 生活非常封闭 没有朋友 我的朋友只局限于在我的前妻 我电话里的这些人 不是在现场的 我在南京当地几乎没有朋友 然后还有就是楼下碟片店的老板 因为我每天认识的 就是三百米的距离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叫南京 汉中门 就住在汉中门 好吧 我记得非常清楚 然后突然有一天 这件事情 我们两个就住在一起的事情 被他的妈发现了 他的母亲发现了 他的母亲就非常严厉的跟我说 说你如果想跟我的女儿在一起 OK可以 你最起码要稳定工作吧 这句话有影响到我 为什么 我是一个就是我之前是没有任何的追求 没有任何的野心 我觉得只要 就是我也不介意说啃老 其实我实话实说 我就觉得玩得很开心 我就开心的做我自己 但因为他的说话方式和他对我表明的一些态度 还有他的家庭条件也比较好 有点刺激到我 我就说OK 那我可以去挣钱 我说那挣多少钱呢 他就说那你最起码月薪可能要 八千块钱或者一万 我说OK 从那一天达成这个共识开始 就是当天我们聊了一晚上达成这个共识 然后我决定 中间玩了大概有多久 玩了最起码有半年 反正那是我人生中最胖的时候 每天的时候真的很胖 完全不运动 然后我在当天晚上又是一天的时间 我在床上躺了一晚上 我决定第二天起来 我要创业 就一天的时间 然后我在当天晚上决定了我要做什么 我决定我要创业做这个叫开光物品 叫风水吉祥物 就跟我淘宝店一样 我开当年我多少岁我忘了 我决定要做这个行业 然后我当时面临的是什么 没有钱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我当时想的 因为当时电商还没有特别的普遍 所以我要做实体 然后我知道进货渠道 我知道怎么去做 因为我在我老师那工作过 就是我学习这个专业的老师那工作过 所以我知道他怎么进货 在这之前我跳过了一个特别重点的一点 就是我在去南京之前 我老师中间有一段就是各地游走 工作比较忙 我必须在宁波看着公司的情况下 我进行了一次创业 其实不算是创业 就是2003年非典的时候 我做了一款保健品 这个保健品因为我舅舅是整个中国区的代理 所以免费给我拿货的情况 我做了一个叫做修普生命口服业 当时在燕沙购物中心卖1980块钱一瓶 成本的话大概是120多吧 还是90多我忘了 大概就是这个钱 然后我当时用这个方法 用我的销售技巧和我的这个 在宁波认识的一些现有的人 赚了很多钱 因为这个东西是暴利 那么我挣满这些 其实这个不叫第一桶金啊 就是我第一次开始自己挣钱 那么挣满的钱 每天晚上就去酒吧消费 花天酒地 所以那个时候是我人生中最空虚 但是最疯狂的那个日子 在我最后我觉得有很多的机会 我能够进那些南方的连锁小超市 就是所有这些做传销的保健品 后来他们选择进的这个超市 里面卖的所有东西都是保健品 每卖一个保健品 这个销售员就有提筹 全国几千家店 你可以想象一下非常可怕的销售额 在选择能够进这个店的时候 人家主动找到 我说你这个产品可以高利润 我拿了一批货 然后我去南京玩了一段时间 因为谈网链了嘛 结果回来被我的合伙人连货带钱 就不用多说了吧 然后我心灰意冷 加上我老师让我跟他去深圳 或者回家 我做了一个选择 然后回到南京 所以我身无分文 回到了南京 然后我还欠我舅舅一笔钱 因为当时那一批货款 我没有结给他 懂吧 就是他先给我 然后你卖掉以后再结账 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OK 言归正乱 我做了一天这个决定以后 我当时面临着必须要创业 然后我决定 既然决定要怎么创业了 那就找钱 我给我家里所有我能借钱的人 包括我父母全打了电话 没有一个人借给我 因为他们认为你太不靠谱了 我不想让你再这么 当然也可能当时 可能大家没有钱或怎么样 因为这样的条件 确实也不宽裕 于是说我当时面临着 就是这个钱从哪来 我也可以面临一个选择 就是跟我的 当时的前妻家里借 但是我没有那么选择 我没有那么选择 所以我做了一个 决定 就是我当时要从我朋友那 拿一笔钱 我当时我说了 我南京唯一的朋友 是这个叠片店的老板 于是我用了三天的时间 说服他把这个店 就不做了 好吧 他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了 不做了 拿凑了五万块钱 我如果印象中没有错的话 欢迎大哥 凑了五万块钱 然后 我自己可能拿了几千 然后开了第一家店 在南湖 在南湖叫运转堂 运区的运 转折的转 公堂的堂 然后那个时候 南京有一个板块 叫西词胡同 我在西词胡同中 每天去发帖 去做这东西免费帮人算命 觉得算准的 你可以来店里看一看 我帮你聊下面 以这种非常low 一对一的销售方式 第一个月回本 好吧 然后这过程中 我就不说了 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我的合伙人发生了分歧 那个时候他决定撤股 然后这个时候 就是有别人进来了 然后开始 就是两个店 三个店 四个店 五个店 发展到最核心的时候 我面临一个事情 就是 我跟我前妻面临着离婚 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存在感 我找不到我的自我 就是我觉得我挣多少钱 我感觉好像 家人都有点看不起我 所以我觉得 OK 那就离吧 那么离完了以后 当时就拿着我 就是仅有的 拿了一部分钱 大概是有 不到一百万吧 回到了北京 然后等于重新开始 其实这也不算重新开始 因为已经做了几年了 当时做的有点名气了 方法跟方式我已经懂了 然后我回到了北京 进行我人生中 真正意义上的创业 前期的创业非常的失败 为什么呢 热水气质就不说了 那就是细节 没什么意义 好吧 我就把大的规划说一下 因为很多人听过了 这里面有特别多 有意思的事情 我如果讲的话 五个小时讲不完 我回到了北京以后 第一个选择开店的地址 因为不了解北京 因为我这么多年都不在北京 我回到北京以后 我想证明自己 太急于求成了 我在朝外搜后 潘石屹老板的项目中 选择了第一个店 赔了 没有人 我卖给谁 于是我当时很崩溃 钱越花越少 钱越花越少 都快没有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交了我人生中的 就是我前期之后的一个女朋友 那么最后最苦最难的时候 我的卡上应该是只有三万块钱 我忘了是不是三万 兄弟们 我之前讲的也是三万吧 我记得应该是三万块钱 然后我三万块钱 我又是一个晚上 我做了一个决定 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坐在那三平米的小屋里面 我看着我银行 我不用看了 我连银行卡都没有 我就知道 我还有存这么多三万块钱的这个余额 我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我觉得 没有面包的爱情 不会幸福 但是我要对得起这个女孩 我觉得跟了我一年 还是多让时间 我忘了 我决定带她出去旅游一趟 于是我选择 用这三万块钱 我规划了一个旅游线路 去三亚旅游 然后我当时选择住的酒店 叫做北湖 叫做龙什么别墅 还是叫什么五号 你们可以上网查一下 忘了 现在肯定是个老别墅 在当年好像是几百块钱 将近一千块钱一碗 就很好的一个酒店 在我看来 我能力承受范围之内 然后买了两张经济舱的机票 然后去旅游了 我没有跟对方说一点 就是我想说旅游完回去以后 我就跟他分手 因为我不能拖累他 我可以男的可以耗 但女的耗不起 这是我当年真的是这么想的 你懂吗 然后我就去那个地方了 结果从我去那个地方开始 然后在回来之前 就有人跟我谈要加盟 就说加盟我 于是我有了第一家加盟店 我当时的加盟费20万 你要收你20万的加盟费 然后我才开始 因为有人加盟 我开始创造这个加盟的模式 应该是怎么样去加盟 应该怎么怎么样 然后就是大概是 有人开始给我打电话 就是说反正这个 就是反正就突然就转变 我也不明白 可能就是我的命吧 命不该绝 就是每次钱到快花完的时候 然后都能够有一些转机 然后这是我人生中 一个比较大的转机 然后开始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然后当时光北京开到12家店 一发不可收 就佛牌突然活起来了 当时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决定 我把佛牌引进到中国 引进到北京 其实在南京的时候 我已经引进了 只不过我的路没有找对 所以后面那个时候 我首先这个转折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 我突然找到了佛牌中的稀缺商品 以前的佛牌就是纯金的 现在就所谓的旅游的那种 我后来找到了真正的稀缺商品 就是你听都没听说过的佛牌 然后开始 就开始就那什么的 然后我的人生下一个转折点 就是我跟我 就是佛牌走向低谷的时候 我在佛牌走向低谷一年 开始莫名其妙的 就是有无数的佛牌店 我不知道你在你们的城市 有没有看到过 有一年 无数的佛牌店开始风靡 就是风起 大家都开始开 我因为这个 中间的故事我就不讲了 有两个发小 生死之交的兄弟 我觉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好朋友 结果因为钱 就是因为我做了佛牌 闹掰了 因为他们也想挣钱 然后但是他们做挣钱的 那个方式有点不道义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面临着佛牌竞争太厉害 而且我心灰意楼 我就把所有佛牌店 当时现有的股份全卖掉了 然后当时我决定 在那个时候做什么呢 做工作室 就是我策划的 这个工作室的前身 然后有一点有意思的是 我做工作室一直赔钱 一直赔钱 然后就在佛牌 开始走最下坡 就是佛牌 完全不挣钱的时候 工作室开始盈利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命中注定 你知道吗 工作室开始盈利了 然后我做了若干年的工作室以后 这个时候又面临一个 人生中比较大的选择 就是我跟我的那个前女友 发生了一些价值观上的分歧 他会觉得说他想要做演员 他想要做模特 但是我特别不喜欢 他那个模特是平面模特 我特别反感演员这个行业 我就跟他说你自家待着 或者你想要做什么 给你开个店什么东西 就是反正产生了价值观的分歧 然后我也炒过 也打过 也怎么样 最后我觉得 我不能用我的价值观 强行的去灌输到 另外一个人身上 于是我跟他说 那就这样 我因为租套房 我分开住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然后我们看看 到底是不是怎么怎么样 于是我分开了 然后在这个分开的过程中 呃 我面临着就是去韩国 第一次去韩国玩 然后发现韩国的夜店 我发现我在韩国真的特别吃香 就是无数的女孩想要跟我睡 这不夸张啊 真的就是他们的目的就是睡你 我都莫名其妙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有点懵逼了 你知道我就睡懵了 就是 我突然我就从一个 我的世界好像走出来了 我觉得这个世界 你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男子汉大丈夫 何患无期呢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就是说 车也好 钱也好 给你多少 我们分开 我你去追求你的幸福 OK 谈好了 然后我们分开了 分开了以后 在这个过程中 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然后我认识你们嫂子了 好吧 然后认识你嫂子的时候 其实也是我比较低骨气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认识你嫂子的时候 我做了一个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决定 我过度的相信我一个做金融的朋友 我把当时很多手头上的现金和我手头上的闲钱 在当时算是比较大的数目了 给了我这个朋友去做期货 结果我这个朋友把我的钱挪用了 所以这些钱没有了 那我跟你嫂子当时刚刚认识 所以也是面 也是出现了一个人生中比较大的转转 其实算是起落起落 从有到无 从有到无 我第一次挣到最多的钱 应该就是跟我前妻在一起的时候 离婚 然后没有了 然后第二次的时候 就是我跟这个女朋友面临分手的时候 OK分手 没有了 那么第三次的时候 就是我重新做工作室 然后我重新一点一点按部就班的去做 OK 慢慢的又积累到一些 又起来 然后 我跟你们嫂子在一起以后 我人生中下一个重大的选择 我决定来做直播玩 当然为什么而来 这个我就不讲了 过去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这是我人生中比较大的几个有意思的起伏 我面临至少有三次挣到钱 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很多的钱 我很满意 然后没有了 我挣到很多的钱 没有了 挣到很多的钱 没有一部分 就是不断的在这样 所以然后 我选择了最后 就是你们看到今天的我 走到现在 就这样 然后我为了直播 我把我的工作室 当时在时髮天街 关掉了 因为我没有那么大的精力 去做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宣布如果回去做这个行业 我相信很简单 因为当时我做这个行业 是我所知的 业内同行聚会的时候 我是最年轻的一个 然后做的口碑最好的一个 然后 所以我觉得 我不管做拨牌也好 我做风水迹象物也好 我做直播也好 我做工作室也好 都是我当年做到了 我认为在我的范围之内 做到了第一 做到了最优 所以我当时其实工作室 也是面临着一个瓶颈 什么样的瓶颈 我没法再往上突破了 要么我在工作十年 我的收费涨一倍 要么 我选择传销的方式 或怎么怎么样 就是里面有很多的 这种选择性的 但都不适合于我 所以我就觉得 没有什么挑战了 但直播一向 让我哐 我就觉得虽然 没有那么挣钱 但是 好开心 我这个讲的是 没有什么乐趣的 我如果听我仔细去讲 包括我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中间发生过 哪些传奇的事情 兄弟你听了以后 是绝对懵逼的 因为真的很诈 你的人生中 不可能遇到这么多的事情